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次更新 我是水水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期开箱视频 前两天 铭记的人给我寄了一块显示器 这块显示器据说是摄影师专业用的修图显示器 让我给做一个测评 所以今天给大家来开个箱 上度的测评我会在后期给大家做一下 好的 那我们就开始吧 这是里面 应该是底座 这是它的主体 先把主体取出来 哇 偶射 然后这是给错 来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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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这就是主体 我们先把主体安装上看看 好 这就是主体 这个安装子门还是蛮简单的 简单暴力的 直接就安装上了 哎 接口是这种设计啊 还挺方便的 直接就上上去 哇 这个很方便啊 直接卡上去 哎 我最喜欢的是这个 升降设计 直接可以往下拉就可以升了 啊 直接运力就可以往下压了 这个设计好像是可以 扳子的时候 直接可以这么齐的 好像还可以转动 哎 我这个好像还可以这样转动 接着我们开下的一个 这个应该是这个显示器的照光照 不然的胸头显示器都有照光照的 谢谢大家 好的 整个机上我们就装完了 用这个缺口就是接校色仪的 那最后让我们连上电脑看一下 这个专业的显示器就是不一样 我苹果电脑是2K的显示器 这是一个高清显示器 但因为色欲深 它的图片形式一点也不比苹果的差 收工 月亮 年轻型 月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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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